大家好,我是马武,今天我们还是讲台湾 2016年台湾有500多万人吃到大陆旅游 占了他们总人口的1分之1 加上在大陆的台商,相比之下台湾人应该很了解大陆才是 反而大陆人都大多没有去过台湾 都是从网络上了解的台湾 而且他们台湾人来大陆是免签的 大陆人去台湾却很麻烦 台湾人过来大陆的比例远远超过大陆人去台湾的比例 为什么都说台湾人对大陆不了解呢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的导师,六几年的 台湾出生,本科美国,研究生德国 博士在清华 博士后米兰理工,来大陆定居发展十几年了 然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对我们这群90后研究生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周润发是谁吧 眼睛看到某些东西很容易,他了解也是很难的 大陆人在一个共同化与体系下生活,学习,工作 从小到大,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 即使不是教的,然而都很容易理解 台湾人先是日据时期黄民化教育 继而老讲的反共教育 也有今天的独立教育,去中国化教育 已经有一种天然屏蔽其他的功能 他们形成的认知是一个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中国 而不是原原本本的中国 大陆的教育呢,是在各民族各党派精英知识分子参与并组织下进行的 80为90末,最多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 而这种教育讲辩证的看问题 讲实事求是,都是些大实话 其实以前一些专业高阶级研究性理论 也只是拿马克思主义这些 为专家自己的观点体系做幌制辩护护航 专家自己讲的还是一个自己想讲的东西 今天更是纯理论研究,不再讲那些虚的 已经走上正常化了,这都快要40年了 大陆一直是中共领导下,有近代知识分子脉络相承的 全国各民族各党派都表述,相互探讨辩论 最后留到教育阶段,能拿上课本的都是能全国普世的 经得去检验,并随时间事实修改的 今天已经初步形成了统一的话语体系 一个共同基本 这个共同基础不是洗脑,是全民表述的那种共同基础 这种更是潜在的东西 比如有钱人也不会表述国家资源倾斜帮助穷人是错误的 穷人也不会表述那种打倒穷人的想法 而台湾不是,它是近现代撕裂了的 它的表述是满清中华文化传统教育 还有日本皇民教育,日本反路反中国人教育 国民党中国人教育,国民党反共反路教育 民进党日本为荣亲美亲日教育 以及民进党独立教育,民进党去中国化教育 从殖民以来,欧美日带入的教育 还有统派的呼唤式宣传 当时国家机器被独派民进党把持 统派的教育不受支持 这种教育不是大陆的这种全民族各党派共识性技术上的教育 台湾把大陆的教育认为是洗脑 把它们基于独派上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 认为是正常的 从而构建了一个反派想象中的大陆 大陆人世界,这个世界与大陆人民从小生活其中而生成的 处于意识形态成的共有的中国概念是不同的 而台湾人又来大陆不同于欧美日的地方说是 有些大陆人的现象他们理解不了 就像我上面说的 我也理解不了我以前的台湾导师 为什么能说出我们可能不知道周恩发是谁 如果是一群大陆小伙伴在一起玩 有一个大陆小伙伴说出这种话 大家会认为他精神有问题 要么是他想侮辱自己或别的非正常性目的 一些显性的东西可以通过看去了解 而一些潜在的隐形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得了的 需要进入其中用心 然后才能进而冻结 在这种不了解之前也只会是嘴炮胀 所以呢 以大陆人去过台湾的比例 与台湾人去过大陆的比例 作为谁对谁错的判断条件 其实是无意义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